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宗诚 今天老吴收书讲谎讲一个灵魂跟 就是所谓的魂跟魄 魂跟魄是什么呢 我们讲强健的体魄 强健的体魄的意思 魄就是身体 是肉体 是物质 可是魂是什么呢 魂不是物质 它是什么 它是灵性 那你可以看那个人死 刚死的时候 他的肉体全部都是四肢健全 如果是受中症情的话 没有受伤 任何受伤 或者心脏衰竭死亡的人 也是全身都是正常的 他就是没有气息了 然后心脏不跳了 如果只有没有气息 跟心脏不跳 没有体温逐渐下降 这就代表死亡的话 不行 所以古代人都要把那个停尸 要停24小时 就看他可能会复活 有很多传奇小说 都会有三天四天 一个礼拜才复活的 例子都很多 那也就是魂不在他身上 人刚死的时候 那遗体 尸体跟正常人活人的差异 只有在一个有灵魂 一个没有灵魂 所以魂魄两者是这样子分别的 魂非魄散 魂先离开肉体之后 那个魂魄才会散开 散开就是什么 就是分解了 腐烂了 被虫子咬了 等等的 OK 这边有个故事 是在清朝道光年间 在林平乡间有一个妇人 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她嘴巴不能说 身体不能动 然后她的眼睛跟耳朵 已经没办法看见 或者是听见了 然后她每天整天都躺在床上 就像是一个死人一样 但是她的肌肤是有温度的 而且口鼻都还有气息的出入 也就是她能呼吸 那结果找医生来给她诊脉 结果那个医生说 以她的脉相来讲 她没有病 她是一个正常人 于是他们这个 他们的那个 媳妇跟那一辈的人 她儿子媳妇 按时的给她 给她那个 喝粥 因为吸的嘛 她能粥 她还能够下咽 也就是她的那个饮食都还可以 还可以吃东西 但是饭已经不能吃了 饭硬嘛 所以会噎到 那粥是稀里乎乎的东西 就这样子 拖了五六年之后 有一天早上 起来的时候 要给她吃早饭的时候 她发现到 她不能接受了 然后再一摸 她身体已经冷了 就知道她已经死了 这件事情 宣腾一时 一直觉得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实际上这就是 见动人跟植物人的 就是这样的 植物人就是这样 她是一个活死人 剑动人也是逐渐变成这样 最后全身都不能动 所以叫剑动人 那这古代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他们不知道 就叫植物人 或者是剑动人 实际上这就是 于悦是清朝末年的人 虽然她是一个学问家 但是受到时代的局限 好了 于悦就暗 她就暗语了 她讲说纪文达笔记 纪文达就是纪晓兰 纪晓兰的笔记 就是月为草堂笔记 我曾经有介绍过一部分 中间有一个故事 跟这个很相似 但是那个故事是一个男的 而这个是一个女的 只是差异在这里而已 那那个纪晓兰说 这个所谓的其心死而行生 也就是她的心 就是她的那个绳子已经丧失了 但是她的肉体还在 这种情形就是魂不在了 但是魄还在 就是这样而已 活死人 那于悦他认为说 这个是乃是 这个魂去而破唇也 就是跟我刚刚讲的一样 那另外 这个 于悦是一个大学问家 随便一举就很多古典 他朗朗上口 他讲说 左传里面有记载说 纸产 纸产说过一句话 他说人生死化为魄 就是人出生以后 这个才有魄 也就是她那个肉体 然后寄生魄 羊曰魂 就是你生了那个肉体之后 如果肉体没有魂的话 他活不了 他必须要有魂 所以我们活人都是有魂还在身上 魂不附体 就是说你只剩下肉体 行死走漏 然后那个 于悦他曾经用火来比喻 他说人的形 就是肉体的形质 形状跟他的质量 就很像那个 就好像烧柴火的时候 把柴火通常聚集在一起 来烧 然后把柴火丢到火中间 原来就有火 然后把柴火丢到火中间去 然后这个 这个你的心 就是你不管是稻草 什么能够可燃的这些东西 草木丢进去之后 就原来是木材 它就变化成火了 那这 这就是说 人生死化为魂 就刚刚讲说人生死化为魂 现在是他 那个俞悦说认为人生死化为魂 也就是人除了出生之后 除了有肉体以外 也有灵魂 那人之死也 魂生而魄降 人死了之后魂就飘到上面去了 因为灵魂没有质量 所以它很轻飘飘的飘到上面去了 但是破呢就沉到下面去了 那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那个灯的熄灭 也就是断灭论 就灯吹熄了之后就没有火了 但是那些那些油啊 油灯的心啊 还有那个灯座都在 都是都还在 但是没有火了 因为熄了熄灭了 那个火就是 就是灵魂 然后烟上 烟这样子飘上去 散 烟是清的嘛 就是烧 那个没有 点那个点灯的 油灯的话 那个烟会往上飘 但是呢 这个煤 煤渣会往下坠 这就是 这个常理就是这样 大家习以为常 像这个女的 她的魂已经走了 但是她的魄还留在那边 正如光已经灭了 但是火还没绝 光已经灭了 但是火没有绝 实际上不是火没有绝 而是 而是那个 那些 燃锯还在 也就是 就是 就是物质还在 但是精神已经不在 他因为 这个前面有个故事 是讲那个 一个姓姚的 姓姚的 他把他 他把他家里的 那个 那个 一个人给 给 给虐待死了 那个人上吊死了 上吊死了之后 他们很害怕说 他会 他会 做鬼来 做历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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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家 所以他们说 听说 那个人上吊死了之后 就在他那个投影的地下 一定留有遗破 这遗破就是什么 破就是肉体 上吊的那个人是吊在上面 怎么会有遗破在地下 古代的人是这样相信 所以遗破 还有一个东西在地底下 结果他们就往地下 一挖 挖了几帐 结果挖了几帐之后 挖了几尺之后 发现到 有一颗碳在地下 所以他们认为 那个所谓遗破 就是会碳化成一个黑色的东西 像木炭那样的东西 刚才已经讲过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 我没有讲 但是这个书上是连续记载 所以 因为记载那个姓姚的这个妇女 自杀死了 去挖遗破的事情 那并记此事 且说魂魄之意如此 而且另外 魂魄者 生死之名 恶死后 则为鬼神义 魂魂魄魄 都是活着的时候的名字 但是死了之后 只剩下鬼跟神了 孔子曰 众生必死 死必归徒 死之为鬼 其器发扬于上 为昭明 息息 欺仓 此百物之金也 神之柱也 孔子还说过这句话 在语出于哪里我不知道 他就讲说 凡是人都会死 死了之后就一定要归土 因为以前只有土杖没有火杖 火杖是印度人传来才有的 这个时候就是所谓人死为鬼 这个概念是中国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生性不移的 否则那灵魂到哪去了 肉体还是完整的 为什么没有灵魂 灵魂到哪去 灵魂就是鬼 他认为说 如果说他做了好事 飘上去的时候 就是人生的精华 就变成神了 所以神鬼 人死之后 神跟鬼是两面 一体两面的东西 由此可知 身为魂魄 死则为魂身而为神 魄降而为鬼 魄降而为鬼 就是肉体下降变成鬼 而灵魂上升变成神 这是余悦他的分类法 盖魂身破降 孤以生死之名 明知 就是魂身破降 所以我们用他活在的时候 这个名字来命名鬼神 其实鬼神就是魂魄 余悦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魂者火之光也 魂就是火的那个光 火是氧化 剧烈氧化 那那个光就是魂 而死为上身者 指其烟 那因此就 死了以后上身的 那就是火的烟一样 那就是魂 那破者火之所以为火 火之所以变成火 是因为有燃料 那个破就是物质 就是我刚刚讲肉体 有物质 死而降者 只情煤也 就是死掉以后 降下去的只有煤 所以刚刚讲说 那个去挖他的遗魄 结果得到的是一块煤 你看前面讲的那个姚氏 所觉得 其形如碳 正可以证明其理也 那我顺便把前面的故事讲一下好了 以便贯通 前面的故事这样子 就是于悦的那个 他的那个祖母那边的 是属于那个林平姚氏 他祖母姓姚 他们家姚家的 他们在他那个亲竹中间 有一个妇女 这个妇女 是他们在他们那边的人 受到非常的尊重 因为他 因为那个 他年纪很大 他死的时候 这个鱼月还很小 所以他没见到 很可惜他没见到 听说他 他活着的时候 非常的美丽 美丽动人 而且他那两只脚 非常的小 小到这个 而且他每天在那边 缝这个纳鞋的时候 那个纳完鞋之后 他就把那个针线 插到这个 插到他的那个法 法纪里面 然后因为他很勤劳嘛 这样 这一个人 然后这个 每天纳鞋底 那个鞋子 鞋底没有纳好了 就把它 都把它 因为跟在针线一样 把它扁在那个头发的 那个发肌上面 就垂在后面 居然那个 因为勤劳的关系 所以每天纳很多鞋 所以他背后 这个头发后面 有一大堆鞋 那个纳的鞋底 从后面都看不到 他人了 这么一个勤劳的人 所以他 因为他的脚很小嘛 所以他不良于行 不裹的小脚 暧昧嘛 所以他每次要走路的时候 都要由那些丫鬟来扶着他 扶着他来走路 因此 因为他们姓姚嘛 所以他就 乡里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就叫姚美人 姓姚的美人 姚美人 非常文明 那现在在那个 林平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叫做美人力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以这个 这个美女 命名的 美人力 那这个 他的媳妇 非常的那个 这个 非常的那个 凶悍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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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母老虎 常常跟 跟他 两个人在吵架 常常吵架 那这个 这个姚美人 他因为他懦弱 他吵不过他的 那个媳妇 儿媳妇 结果就得了忧郁症 最后竟然就上吊自杀死了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姚美人 他从小 这个自书达理嘛 所以他很会写 很会写那个 那个文章 文笔也很好 书法也很好 他临时的时候 写了一张这个遗书 详述他的那个 他跟他那个 儿媳妇的 那个 争执 吵架 这些细节 然后他把 这封书信 放在他的 那个怀里面 上吊 他死了之后 入恋之后 就会 就会 就会换衣服嘛 换衣服 发现他里面 有一封这个信 他儿子就 收到以后 这个信如果传出去的话 人家会说 我这儿子不孝 我的儿媳妇也不孝 于是他就 他儿子就把那封信 把它烧掉了 然后 他的儿媳妇 就是他儿子的老婆 居然还说 反正是吊死的人 在他吊死的 那个投影的下面 地底下 还会有一破 就在剩下的那个破 破就是我们讲的肉体 这个其实是一种迷信了 如果说你不把它挖出来 把它毁掉的话 或者烧掉的话 他将来会来碎我 因为他含恨而死 恨我嘛 所以他会将来报复我 所以你一定要 要赶快给他除掉 这个于是 他儿子跟他 他儿媳妇两个人 就绝地 恕此生 果然得到一个碳一样的 有一段东西 像碳一样 拿出来就烧掉 那俞悦说他小的时候 曾经经过他们家 看到他们家还上温饱 也就是还过得气 经济上还过得去 结果太平天国乱后 他再去看的时候 结果这一家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他们家的那个唐号 就是他们家建筑物上面 还有一个匾额 匾额上面写了一个叫做荣灾 这个荣灾是草字头的荣 这个荣疫的荣 上面加个草字头 不是那个荣疫的荣 另外还有一个荣灾 荣灾水笔 那个也很厚 有机会我们再来介绍 那也是一个读书人必须读的 尤其要做官的人 必须读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种类似像什么 群书集药一样 那这个于悦他说 他的舅舅 被太平天国的阿兵哥 掳掠去 不知道不知所终 呜呼 其先是有此等事 而望其子孙之客仓 则是无天道义 也就是说 他的 就是那个于美人的儿子 跟他的儿媳干了这种 不人道的事情 媳妇不能跟婆婆顶撞 结果他居然顶撞 让婆婆得了忧郁症 结果上教死了 于是说 他的儿子 因为太平天国之乱 他的儿子被太平天国的人掳去了 辱去之后就不知所终了 是当兵打仗死了还是怎么样 被杀了或怎么样 或流落他乡 反正就是离散了就对了 不知所终 他说既然你的父亲干了这种缺德事情 你的父母干了这种缺德事情 你想要让子孙昌盛 那怎么可能 那就违反天道了 天道酬勤之外 也酬用这个 讲义气的人 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 这个传统的这个儒家的守则 以上跟各位分享魂破 谢谢